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诺亚 联邦疾病管制中心宣布的新防疫指南 允许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 在室内户外人潮不多的时候 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要怎么证明 谁真的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避免冲突呢 加州终于推出了数位新冠疫苗记录系统 Digital COVID-19 Vaccine Record 让已经完成接种的民众 可以出示接种证明 加州新推出的数位疫苗验证系统 并不是联邦的疫苗护照 它只是一项加州的辩明措施 让加州居民可以从加州疫苗注册局 取得自己的疫苗接种记录 完成疫苗接种的加州民众 可以上网注册 网站会要求申请人输入姓名 生日疫苗记录上的电子邮件地址 或者是电话号码 设定一个四位数字的个人识别码 用来打开个人的接种资料连结 这个连结会透过电子邮件或简讯 发送给申请人 未来还会有二维码QR Code 让完成登记的民众可以在商店 球赛和其他活动中出示证明 商家或是主办单位可以透过扫描 二维码来确认您是否已经接种疫苗 新系统刚刚上路有人测了好几次 系统却找不到他们的资料 有人虽然注册成功 但是进入网站之后却发现 第二剂疫苗的接种记录不在系统内 这是因为加州疫苗验证系统 还没有完成完全的收入所有的疫苗接种记录 您登入之后如果发现同样的问题 可以利用加州提供的服务热线 联络提供疫苗接种服务单位 要求补登记您的接种记录 根据加州的重开指南 加州可能会要求民众在参加体育赛事 大型会议等等超过5000人的室内活动的时候 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参与活动的人也可以提交病毒检测 阴性结果的证明文件 对于有一万人参加的户外活动 工卫部门和企业主办单位 可以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再来看市内用餐虽然开放了 但是许多人还是非常享受户外用餐的气氛和自在 Sacramento市政府宣布 疫情就算结束也会继续保留户外用餐区 至少一年 让户外用餐成为当地的景观特色 感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